服務警隊32年,鄧炳強至少與警隊結合不解緣 自小喜歡做警察,因為我住在警署附近 每天在家看出去西區,每天看出去都見到警務人員 其實自小都很想做警察 讀中學時有套劇集《聶英》 看完後覺得不做警察都不行,實在太有意義 雖然心意已決,但他希望完成大學科程才投考警隊 當我選擇學科的時間,我都在想,除了做警察之外 還有什麼想做呢?因為未必考到 我對於人的工作其實很有興趣,所以我選擇讀社工 希望對人多點了解,從而希望對於我做警察的工作有幫助 又或者是,即使考不到警察,做社工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由建習督察到今天成為警務處處長,鄧炳強最難忘 是在刑事情報科工作四年多的時間 我是處理了張志強的團科案件之外,其實期間都處理了很多案件 包括處理了很多的綁架案,包括處理了很多其他嚴重案件 在處理這些案件的過程,是那種怎樣跟大徒鬥志鬥力 有時看到一些受害人不愉快的經歷,都是令我印象難忘 在聯世中上任,除了帶領警隊走出困局 他希望建立良好的警民關係 警隊不能失去市民的支持,而市民亦不能失去警察的服務 他說警隊稍後會聯絡不同界別,加強維繫 相信警民關係有朝一日會回復正常 東網記者劉家恩報導